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爱的教育 亚米契斯 好朋友卡龙 虽然只过了两天的假期 可我却觉得很久没有见到卡龙了 卡龙是个特别招人喜爱的小男孩 越熟悉越是如此 应该所有的人都这么想吧 有几个爱欺负人的家伙总是不和他说话 因为卡龙总是制止他们闹事 卡龙的父亲是一个火车司机 卡龙因为生病 所以比同龄的孩子上学晚 在我们班 卡龙个子最高 力气也最大 嘴里总是吃着东西 卡龙心地特别善良 不管是谁缺了学习用具 他都会立刻把小刀啊 橡皮啊 本子啊借给他们 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那儿 一声不吭 每次我看到他的时候 他都笑眯眯的 好像在对我说 阿里科 你是我的好朋友啊 卡龙特别滑稽 大概是他个子太高的缘故 他的衣服 鞋帽 总像是小了一号 他的领带就像是一根绳子 选在脖子里 啊 亲爱的卡龙 总是让人觉得亲切 班里最小的孩子都愿意坐在卡龙的旁边 他的算术很棒 他总是把书落在一起 再用一根红皮带绑着去上学 他还有一把去年在练兵场上捡到的小刀 有一次他被刀子割破了手 伤得很重 可是他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件事 如果有人嘲笑他 他也不会生气 如果有人当面说他说谎 他就会特别愤怒 那样子就好像要把桌仪打碎一样 这周六上午 有一个二年级的孩子站在路上哭 说他把钱弄丢了 不能买本子了 卡龙知道后 就给了他一个铜板 卡龙还专门花了三天的时间 写了一封八页的长信 来祝贺他母亲的生日 还用钢笔画了漂亮的花边呢 卡龙的母亲经常来接他放学 他也是一个个子高高 心地善良的人 老师也特别喜欢卡龙 每次从他身边经过 都很温和地拍拍他的肩膀 就像抚摸一只小牛一样 我非常喜欢卡龙 每当我紧紧握住卡龙那双大手的时候 我都特别高兴 我相信 卡龙一定是个宁愿牺牲自己 也会帮助别人的人 这种精神从他的眼睛里 就可以看得出来 虽然他总是不停地发牢骚 但大家都知道 他是怎样的一个好人